大家好,我是健康管理师李雪豪 夏季是失眠的高发季节 晚上辗转反侧,浑身燥热,面色发红 这是鲜火大的原因 鲜是阳中之阳,在夏季特别容易生成虚火 是让你失眠多梦早醒 同时心里特别烦,口渴咽干 舌头伸出来,舌头尖是红红的 今天就教你打开心经上的一个卸火装置 清除虚火,睡得香甜 那么我们首先来找到你的这个灭火装置 先伸出自己的左手,手心向上 在你小指的这一侧,手腕的上面 可以摸到有一条大筋,比较明显 从这条筋一直到手掌,到你小指的指尖 这都是心经寻形的位置 接下来呢,在这条筋的饶侧缘 就是靠近你大拇指的这一边 有一个凹陷处 然后从你的碗横纹往上凉一横指 一个拇指的宽度 这个位置叫做通理穴 通理它意思就是沟通表里二经 那心和小肠是相表里的两条经络 就可以通过小肠经的分清密拙来帮助我们心经来泄火 通理穴呢,无疑就是启动这条泄火装置的一个扳机 所以它有倾泄心火,倾心中虚热的作用 对于我们前面讲的这种心火大失眠的人来说 这就是一个安眠的穴位 左右两只手,它位置是相对的啊 那都是在这条筋的饶侧 就是都在这条筋靠近大拇指的这一边 通理穴 那通理穴该怎么用呢 我们要刮一刮它 接下来呢,准备一块刮砂板 或者是您在家里面用其他比较光滑的薄板啊 陶瓷的勺子啊,梳子背啊,硬币啊都可以 再用上一点精油或者润肤油涂在皮肤上 从你的手腕处一直涂到你的手指尖上 这一块皮肤都涂上 然后右手紧握砂板 从通理穴这个位置开始啊 往指尖上刮过去 从通理刮到手指尖 其实你找不准穴位也没关系啊 我们找到这条大肩就可以了 一直反复的刮直到你出现酸胀感 大概呢三分钟左右 然后换另一只手 但是不一定要刮出砂 咱们是要刺激到心经来泄火 并不是说要出砂的 可以把手掌的侧面 甚至是手指的背面都刮一下 面积可以大一点 力度呢也适当的大一点 速度稍微快一点 因为手掌的皮肤还是比较厚的 所以呢你可以刮的大胆一点 如果平常咱们在工作的时候 不方便带着刮砂板来刮 其实呢你还可以把自己双手的心经 放在桌子的边缘上 这样来回的用桌子来刮一刮 也是一样能够起到刺激心经泄心火的作用 但是呢一定要找一个比较圆润的桌边啊 以免刮伤皮肤 这样呢我们工作养生两不悟 我们自己啊平时没事的时候 其实就可以去揉一揉通理穴 也可以帮助我们消除心烦的情绪 夏季失眠呢首先就是要疏通心经 特别是平常学习工作压力比较大的人 都要及时的清新鲜活 好了那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